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台湾319枪击事件写满8年 华裔刑事剑矢专家李昌玉在洛杉矶 重申依现有物证剑矢 可知陈水扁肚子和吕秀莲膝盖的伤口 确实是被改造的玩具手枪和子弹打伤 李昌玉表示 参与本案剑矢工作 是他承受最多批评和压力的个案 从中得到的教训是继续坚持不涉入政治 一旦台湾当局重启调查 也不会再接触本案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肖戎 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每期时间319当天 李昌玉来到洛杉矶 在谈八年前 令台湾总统选情 以心逆转的枪击事件 当时正在纽西兰演讲 台湾的证据很不稳定 我当时的决定是不准备回去的 因为明明知道这是个烫手山域 不管你怎么共证 总有一方不满意 04年 319枪击事件发生两个半月后 李昌玉应国民党邀请 飞抵台湾 协助物证见识工作 那一生处理的是这么多事情 没有一件像陈水扁 李秀莲这个事情 这么复杂 这么pressure的 这件案件呢 两个半月之后 我们十个人一起去调查 现场已经没有了 见识人员是现场重建 我只能检查 他们收到的物证 然后分析动机 抓人 那是检察官的事情 但是一般人以为我 应该从头做到尾 李昌玉通过影像 服役近视报告 说明本案因现场 已被破坏 物证保留相当有限 是全案到现在 仍有众多疑点的主要原因 以前很多破案都是 先抓人 再找证据 这一个案件是台湾第一件 新以物证 吸引弹 找枪 以枪 找人 八年前 这是纯水扁的肚皮伤 很多人认为是刀伤 不是枪伤 有人说是美工刀 我说这个 好像比美工刀快一点 很sharp 他马上就跟他说 这是手术刀 我说这个手术刀 这里有charring 看到皮肤有点焦 他说那就是镭射刀 你不管讲一个什么 他就有一个新的答案出来 所以很难使人满足的 这纯水扁的肚皮呢 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这么多血 大家都知道 这肚皮这里都是肥肉 没有太多的血管 假如再打深一点的话 他就可能没有命了 319枪击事件 为台湾司法写下以弹追枪 以枪找人的先例 但寻现找到 疑似持有枪支的凶贤 陈毅雄 却已是一具溺水的尸体 并且在短时间内被火化 为有关案情更天纷扰 李昌宇根据近视报告 总结说明 陈水扁和吕秀莲 确实受到枪伤 但他也因此从台湾上来 投以好感的华业英雄 转而被不同意见的蓝绿两方 分别扣上为对方所用的帽子 我们的报告 完全是根据科学的立场 最近吕秀莲说 帮陈水扁打子弹 陈水扁说吕秀莲不对 现在咱们两个人又好像对了 这些恩恩怨怨很难讲 我也不愿意参赦到任何政治 所以lesson number one 这个案件以后绝对不要再参与了 参与319其实鉴定的过程 你有任何一个瞬间 有政治力介入的感觉吗 没有 刚开始是国民党找我 所以民进党就开始攻击我 说我以前是国民党党人 我的鉴定结果一定是骗国民党 等到我鉴定的结果 说是枪伤 民进党就说我是这么伟大 国民党就开始攻击我 外边传说我拿了陈水扁几百万 我跳到黄火都洗不清楚 但是很幸运 陈水扁被抓了 他那些钱 每一分钱都算出来了 假如我拿了一毛钱 你说我今天的话 敢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吗 不要去辩论 历史会证明一切 在台湾 由原国家安全会议 秘书长苏琪主持的智库 台北论坛 主张台湾可以在适当条件下 启动包括军事互信在内的 两岸政治议题互动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李同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项政策研究 由苏琪和民进党大佬洪其昌 共同主持 苏琪说 长久以来 蓝绿政治力量的互相牵制 拖住了台湾前进的步伐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跨越蓝绿的平台 凝聚台湾在国家认同议题上的共识 力求一致对外 负责撰写两岸政策建言书的主持人 明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杨开黄指出 马英九在第二任期 面对国内外的环境与挑战 将比以往四年更加严峻 为了建立台湾内部 在两岸政策上的共识 他主张马政府应该成立 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 杨开黄说 在中东府的这个位阶呢 成立一个和平发展委员会 和平发展委员会 那么在这个位阶里边 是由功能性的人通通参与 那么我们还设计说 希望在这个功能性的 在这个委员会底下呢 要有几个工作小组 经常的持续的去运作 以便利用好好利用这个 两岸关系相对比较平静的 战略机遇期啊 来努力的能够迅速的建立 起某些共识起来 另一位主持人 同政员教授也主张 两岸的交往 可以超出经济的范畴 在两岸的文化 教育的交流机制呢 应该把它制度化 将有助于两岸社会的交流 更加稳定 关于两岸社会交流之后 那么所形成的一些新的形式 那么我们建议说 应该要妥善的因应 因为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新的发展 那最后部分 我们建议说 长期来讲 中国的民主化跟人权的保障 这是台湾 以及两岸关系 要解决的根本 今年2月24号 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 下面请看本台特约评论员胡平 谈谈他当年在中国批判胡适的那个时代 阅读胡适作品的经验 1969年3月 我下乡插队 半年后 回城探亲 从一位同学家里 要到十几本书 带回乡下 其中一本 就是胡适思想批判 胡适思想批判 是一部论文集 出版于1955年 还是数牌帖 当时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告一段落 这部批判文集 就是对这场运动的一个总结 文集的作者 有胡适当年的朋友 有共产党的理论家 和几位后起之秀 他们分别从哲学 史学 文学 和政治等方面 对胡适的思想进行批判 文章中 也用了胡适的若干原文 这使得我多多少少了解到胡适的一些思想 虽然都只是只言片语 而且还常常免不了被断章取义 但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我们当年接触到的所谓异端思想 一部分是来自内部读物和49年以前出的书 另一部分就是来自各种名目的大批判运动 公布的反面材料 胡适主张独立思考 胡适说 被恐秋朱熹牵着鼻子走 固然不算高明 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 也算不得好看 这句话深得我心 不过在当时 一个人要坚持独立思考 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们那一代人 早就被先入为主的灌输了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尤其是毛泽东的思想 这一套思想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 我所读到的胡适言论 以及类似所谓反派人物的言论 预先就被打上了反面教材的印记 这就要求我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 这样当我们发现某些所谓反中言论 居然引起自己的共鸣 首先就会怀疑自己错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石山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